美国国防部周二公布2017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 除了在无端指责中国继续将南海岛礁军事化 渲染中国黑客威胁等方面老调重谈 报告还首次声称中国有可能建设更多的海外基地 尤其是在巴基斯坦 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这纯属是臆测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中国国防部也强调 中国不搞军事扩张 不谋求势力范围 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美国国防部发表的2017年度中国军力报告 对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妄加评论 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妄议两岸关系和台海形势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周三就此发表谈话 表示坚决反对 吴谦称近年来 中国军队积极执行 违和护航救灾等海外军事任务 提供了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许 在东海南海问题上 吴谦表示 中方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美方强化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 频繁派舰机实施抵径侦查 造成地区的紧张形势 吴谦强调 中国的国防费历来公开透明 中国军队改革 武器装备发展 网络空间防御能力建设正当合理 美方报告中的指责纯属致测 与此同时 中方也注意到 美方报告中用专门的章节 谈及中美两军关系 发展健康稳定的两军关系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周三也指出 美方这份中国军力报告 罔顾事实 对中国国防建设妄加评论 对中方维护领土主权 和安全利益的正当行为 说三道四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中方始终不予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是维护亚太乃至世界 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的力量 中国的国防建设 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的权利 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的坚定